总统大选在13号结束之后 诺鲁在15号宣布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 结果近期时传出 太平洋友邦土瓦鲁也很有可能会在1月底的大选过后 和台湾断交改和中国建筹 对此外交部回应表示 台湾和土瓦鲁在各项领域上面有密切的合作 土瓦鲁也持续在各种国际场合力挺台湾 彼此珍惜坚定的友谊 未来会强化各领域的合作 追求共荣发展 就在15号诺鲁宣布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之后 外媒澳洲人报近期报道 台湾的太平洋友邦土瓦鲁的驻台大使潘恩有透露 但今下个星期大选过后 土瓦鲁也可能会仿向诺鲁 转向和中国建交 等同于和台湾断交 土国朝野也在我国顺利完成民主选举后 制和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 并重申持续坚定守护两国邦誼 台土两国关系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上 双方珍惜彼此的坚定友谊 未来也将在各领域中持续强化合作 中国曾在2019年 以建设人工岛等方式 利用国土逐渐被海水淹没的土瓦鲁 当时被拒绝 但现在传出中国又以类似的手段拉拢 对台进行外交孤立意味浓厚 学者表示 这除了是对台施压 也凸显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还有对抗美国的态势 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国 澳洲也会牵涉其中 学者认为新政府需要在外交战上 投入更多力道 在务实外交和维持帮交国等层面 取得平衡 外交部指出 台湾会和太平洋友邦 还有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 严防中国渗透极野心 遏止威权主义 在印太地区或全球的扩张侵略 记者曹彦俊 秋福财 特别报道